您可以再拍近一点 卫福部基隆医院副院长陈伟达 和肾脏科主任医师林武选帅气合照 展现标准身材 不过您知道吗 兼任基隆医院减重整合门诊医生的林武选主任 现在大约71公斤左右 过去则是重达84公斤 小跑步大约50公尺就会气喘如牛 这层楼走到我们对面 约织到急诊那边那一段长 从二楼走到长廊 在我80几公斤的时候 其实从这边光走过去 其实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喘 如果说那时候一些 有一些变状比较紧急 我要小跑步的时候 光跑这一趟其实就会开始喘 虽然多次减重成效依然不好 因此亲自试试看 减重症剂也就是俗称受症和减重药物 并且分阶段积极配合饮食及体能运动 终于有效减重13公斤左右 找回更健康的自己 那其实我刚好昨天病人突然有紧急状 我从急诊那边一路脏冲回来 而且是跑得还蛮快 我当我跑到这边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没有到很喘 他脚步也还蛮轻盈的 药物不是一直用下去 但是不管是我自己 还是我在减重门诊的经验 就是他是一个开头 让一个来减重的人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让对于减重这件事会更有信心 不过林吴玄主任医师强调 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减重症剂或是药物 而且这些药剂都只能够在医院 根据医生处方才买得到 因此如果要采用药物或是症剂减重 一定要到基隆医院 减重症和门诊等专业的医院 经过专业医生评估后再使用 才会安全不伤健康 启动这个减重的治疗 所以一开始的第一次的出诊 我一个药都没有给他开 他说我来了 我现在今天脚那么多钱 脚五六千 你总开给我点药 我说不行 你第一次来 我手头上面我什么资料都没有 我必须要先看一下说 你的神疗到底有多高 你的肝胜功能到底是怎么样 那仔细的评估之后 我才可以 第一个我才可以去评估说 你到底适不适合这用药 你适合好 我要用的时候 我会针对你的身体状况 去调整你的 该适合你的药量 那如果你身体不适合 这个药物的方面的减重 那我们就会透过营养师 透过复健师 然后去用药物以外的治疗 甚至其实 我们医院的话的中医的这边 也有在辅助做一些 用针灸方面的一个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 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 呼吁人们应该要重视肥胖 对生理及心理健康的危害 因此卫福部基隆医院 在民国111年特地跨科室 成立减重诊和门诊 林吴璇主任医师在减重记者会上 除了大方分享自己健康 有效减重经验之外 也分享基隆医院减重诊和门诊 已经帮许多位民众 采用不同方式 有效又健康的减重不复胖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来和基隆医院减重团队 一起讨论 拟定出最适合自己的减重方案 有效改善健康 活出更精彩的人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这里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正在之间